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12月12日的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带您来关注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新一代猎户座飞船 在完成了26天的历史性绕越飞行任务后 于12月11日美东时间下午12点40分 在圣地雅各附近的太平洋陷落 飞船的返回标志着NASA阿尔荣尼斯1号试飞的结束 此次飞行也是NASA执行月球任务的新型巨型火箭 和飞船的首次发射和飞行 NASA表示阿尔荣尼斯1号试飞为美国重返月球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火星探索的关键第一步 有关详细报道 请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是一致互通电话 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即表示 他与拜登讨论了进一步的防务合作 保护和维护乌克兰的能源部门等议题 并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这期线上峰会前 协调了双方的立场 电话会议后 白宫发表的声明指出 拜登总统强调了美国如何通过安全援助 优先努力加强乌克兰的防空 包括12月9日宣布提高 2.75亿美元的额外弹药和装备 其中包括对抗俄罗斯使用 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系统 拜登总统还强调了此前宣布的 5300万美元用于支持能源基础设施 以加强乌克兰能源网在俄罗斯定向攻击后的稳定性 白宫还称拜登总统欢迎泽连斯基总统表示 对基于联合国信章所在基本原则的公正和平持开放态度 中央司令部宣布 叙利亚当地时间11号凌晨 美军一架直升机在叙利亚执行突袭任务 击毙了两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 据中央司令部的一份声明 死者中包括叙利亚东部一名省级官员阿纳斯 他参与了该组织的策划和协助行动 中央司令部表示 看来没有平民在这次突袭中受伤或者死亡 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乔布奇诺就表示 ISIS继续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这次行动重申了中央司令部 确保该组织持久失败的坚定承诺 美国官员表示 该组织的极端分子仍然是一个威胁 这些极端分子包括分散在非洲 中东 中亚 和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的数千名武装分子 财政部长耶伦11日表示 除非全球经济出现一些意外冲击 否则2023年美国通胀将大幅下降 他乐观地表示 相信到明年年底 如果没有出现意料之外的冲击 美国将看到通胀大幅下降 此外 当被问及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时 他表示有经济衰退的风险 但在耶伦看来 这肯定不是降低通胀的必然结果 随着美联储今年以来不断激进的加息 最新调查显示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明年将陷入衰退 而且许多商界领袖 也在为潜在的经济衰退做准备 但另一方面 近几个月来 就业增长一直保持稳定 这与广泛的经济衰退不一致 对此 耶伦回应表示 经济增长正在大幅放缓 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 美国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中 恢复得非常快 经济增长非常快 雇佣人数激增 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因此 耶伦认为 美国有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 另外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周一表示 美方在安理会力推的一份 谴责朝鲜频繁射弹的文件 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据悉 拜登政府已经起草 并分发了一份主席声明草案 草案强烈谴责朝鲜非法 和破坏稳定的试射行为 包括上月试射的火星17型 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表示 草案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强烈支持 美国将要求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 报道还指与决议不同 安理会主席声明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 但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美方此举是为了替代一份 遭到反对的针对朝鲜的安理会决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于当地时间12日表示 12月11日至12日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河北狼房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 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会谈 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 推进中美关系 指导原则磋商 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 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开展相关领导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 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广告过后我们再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美退役上校日前爆出了俄乌核塔内幕 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接受乌克兰中立 但被约克逊阻止 美国陆京退役上校迈格雷格就透露 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3月 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谈判时 曾准备接受一项协议 内容包括基辅放弃加入北约 并同意保持中立 以换取俄撤回到特别军事行动前的边界线位置 但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以代表美方的利益为由 拒绝了泽连斯基的想法 为此 迈格雷格就指责英国阻碍了俄乌谈判达成和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仍然愿意谈判 但警告说西方大国必须参与进来 因为仅与乌克兰达成的协议 仍可能在西方的命令下被取消 另外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 于12月11日下午宣布就职 借此凯伦巴斯成为洛杉矶历史上首位女性市长 副总统哈里斯在洛杉矶市政厅主持了就职宣誓仪式 另外巴斯表示 他作为市长的第一个行动 将是宣布洛杉矶因无家可归者问题进入紧急状态 该现任市长表示 被称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 有超过4万名无家可归者 该宣布意味着将无家可归问题视为一场危机 巴斯的计划要求在一年内为1万5千人提供住房 并使用现有的资金结束帐篷营地 他曾表示该市将把更多资源投入到训练有素的社区服务团队中 为人们提供住房和心理健康服务 另外中资搜索引擎巨头百度和流媒体巨头网易 将在12月16日收盘后从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剔除 纳斯达克100指数目前有102支成员股 由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最大非金融公司组成 根据纳斯达克发布的新闻稿 除了百度和网易之外 数码签名软件公司Docusing等多家公司 也将从纳斯达克100指数中除名 另外在这次的年度调整行动中 电动车制造商Rivian 华纳兄弟等几家公司 则会被添加到该指数 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新成员股 上述改变将会在12月19日市场开始前生效 另外冬季风暴日前席卷了西部 给加州部分地区带来了超过7英尺的降雨 并可当导致从加州山区到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地区 出现几英尺后的积雪 由于泰浩湖地区的大雪 加州89号高速公路的一段路段被关闭 另外天气预报预测 内华达深迈的部分地区 周一可能会出现5英尺后的积雪 国家气象局警告表示 这场风暴将继续席卷西部 并在未来几天可能发展成一场暴风雪 预计该风暴系统将于周一至周三席卷 从克罗拉多州到明尼苏达州的大片地区 带来大雪 强风和冻雨 气象局警告表示 大雪将给全美许多地区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导致可能会没有办法履行 根据气象局最新的预测 最严重的暴风雪 可能会在周二晚些时候到周三来袭 一些地区的降雪率高达每小时几英寸 随着风暴的加强 降雪将继续向东推进 每家重要石油管道这个是泄露事故 是十年来美国最严重的石油管道泄露事故 导查人员正在寻找导致泄露的线索 据悉12月7日从加拿大向美国输送石油的管道发生破裂 泄露约1.4万桶石油 泄露点位于美国坎萨斯州 每家重要的石油管道 泄露事故的管道运营商加拿大TC能源公司 日前就表示 共有多达250多人正在处理泄露事件 并积极调查事故原因 目前无法确定造成此次泄露事故的原因 以及管道何时可以恢复运营 TC能源公司就表示 他们还与第三方环境专家一起持续监测空气质量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此次泄露事故会对公众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TC能源公司就表示 只有在确定安全并得到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 才会恢复管道运输的服务 以上就是这一节快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